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你的厂房 对 是我的厂房 这是一台四面豹 四面豹 对 这是四面刨 就是我们平时就是那种大棵树 通过那种旋转的那种机器 刨了皮 旋转机 剩下最小的这根 这个就没用了 旋转这么小了 旋不了了 是吧 它心太小旋不了了 一般这个它没用了 用来做什么呢 以前是没用了 就拿来打木片 打纸浆 所以利用价值很低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四面豹 把它刨成木方 刨成木方之后呢 这么小再把它刨成木方啊 对 这个就是这个刨出来的 这样子的 把一个圆的变成一个方的 对 变成方了以后呢 我们再把它拼成板 拼成条子 首先三根四根把它拼成一条 拼成一条之后呢 再通过速式直接 接长了之后 还可以拼大板做集成材 做家装啊 家具板啊都可以用 做线条 它等于这种木芯 就得到合理的利用 对对对 不会再浪费 对 这线条都变成宝的 这一天能够 如果说 连续工作的话 一天按八小时就算 它的工作效率能出多少条木方 这个啊 像这种木方的 这是一米一七的 一米一七的能出到一万八到两万多条 一万八到两万 两万多条 对 就这个 哦 那速度应该是相当快的吧 相当快对 这里有多厚啊 大概十五公斤分钟 那这样一块木板得有多重呢 两百多斤 两百多斤还是公斤 两百多斤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这个 这木板是怎么成型的 这哪个机器把它做成木板的嘛 这边只需要人工啊 里面塞 对对对 这里有个喇叭口 只要对着喇叭口 往里边动就行了 哦 那人工操作起来还是蛮简单的嘛 你拿个不用不用动 那边出来的 刀刀在哪个位置啊 刀刀在中 要 battle 哪里 这里 刀刀刀刀 needle 刀刀刀刀剪刀刀刀刀 Dimit Joker 它是蛮规整的 整体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个东西如果说要调啊 要调它的这个宽窄呀 或者是它速度是怎么调的 调宽窄的其实也就比较紧张 这两个拖刀轴呢 它的这个距离啊都是可以调整的 下面是一个基本面 你的刨销量需要刨两个毫米还是三个毫米 把它调好了对不对 然后上面是定尺寸的 上面是定尺寸的 上面你想留2公分还是2.2公分 是吧 比较紧张的这个 对比较紧张的这个 对比较紧张的这个 到这里有紧张的 要调多大 把它调到这里 整体来讲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 最大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和普通的实验道 最大一个区别的比较 就是一个可以调班的木区 因为我的木区在晒干净 这个电池会弯曲 嗯 但普通的实验道 班的里面就逃不了 但是我这个班也能通过 也能逃到最中 但这边没问题 啊 什么意思啊 很弯的木区 它一样里能通过 就是一个弯区啊 哦 弯区 你看这个 这个弯的 这个 这个 弯的可以能通过去 像这个这么弯 哦 就是通过率高 不论是弯的 是直的 都没问题是吧 好